哎,你去北京的环球影城了吗? 你的朋友圈有被试运营的照片刷屏吗? 你想知道这个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环球影城有什么不一样吗? 在中国建的环球影城有哪些中国元素呢? 在中国建的环球影城最大的中国元素当然是中国游客啦! 哎,我不是这个样子去的,但也差不多了 因为我是专门去看国宝大熊猫的 北京环球影城呢,共有七大主题景区,每一处都沉迷满满 不过这期视频,我打算跟大家聊聊北京环球影城里的那些中国元素 说到中国元素,怎么能少得了功夫熊猫呢?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主题景区是环球影城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 在这里你可以和阿宝互动 在智慧树下仰望和平骨绚烂的星空 和阿宝神奇武侠一起战胜反派 成为阿宝所说的那个最勇敢,最热爱武术的孩子 光饿了,还可以去平先生的面馆每餐一顿 你会被店小二称呼为大侠哦 因为疫情,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逛庙会了? 功夫熊猫盖实在是太庙会了 到处都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你能想象的最热闹的上元节灯会也就是这样了 哦,说一句题外话,阿宝真的好会撩啊 如果你要遇到他,记得大声叫他的名字 比个心,他会和你认真互动的 你辛苦了 在北京环泉影城啊 最舒服的体验大概就是听得懂 有一些网友可能去过国外的环泉影城 听不懂可实在太影响游戏体验了 也很难真正融入到许多场景里 不过在北京环泉影城 真的是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擎天处们学会了说中文 和大小朋友互动聊天 哈里波特的禁忌之旅 和变形金刚的火种源争夺战 也完成了中性升级 沉浸效果直接拉满 未来水世界表演和哈里波特的奥利凡德 外国演员们也努力地在讲中文 虽然有一些塑料 但他们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而在整个园区的建设过程中 中国制造更是重重之重 诸勒基世界努布拉岛和小黄人乐园 是园区里面两个体量最大的时空标段 就是由中间二局成见的 你在跟小黄人阿巴阿巴阿巴互动时 千万不要忘记中国工匠的努力 超多人期待的诸勒基世界 真的是精彩 灯功电科技感十足 原本诸勒基世界努布拉岛所用的灯具 均为进口灯具 但是通过项目团队历时数月的 走访调研测试 才通过过硬的产品打动了设计方 如今努布拉岛安装的 16320盏登具 80%都是在中国采购 另外 绝大多数的纪念品也都是中国制造 比如哈利波特的扫帚 比如我头上戴的功夫熊猫的发卡 上面都标注了大大的中国制造 总之在家门口逛环球里程 真的是太爽了 你什么时候来呢